我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就要呼籲一下 其實我真的不想這樣呼籲 因為這樣呼籲 很容易我就少了個商機 話說 我有個網友 我沒見過他 因為他就這樣放下了 放下了一盒這樣的東西 放下了很快 這個叫做豐梨糖 還要是台灣製造 我真的覺得很好 好得很厲害 雖然 其實我覺得龜苓高邦和喉嚨很多 但是這個豐梨糖真的很溫和很舒服 因為我用15種藥材 是全中藥的東西 而且很好吃 我吃完之後喉嚨沒有 說話又清 但我已經快吃完了 我又不知道哪個網友 於是我上網看 原來是在台灣製造的 HKTV大陸製造的 我就不會想 就想買回台灣的那幾隻 有些網購 我WhatsApp和PM了他們那些所謂的Seller 幾天都沒有回覆我 我就快吃完了 我想那個網友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聽 因為現在很少人聽 很多人沒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可能我們的節目做得不好 更加多的可能就是 其實講政治這麼hardcore的節目 基本上是全線下跌的 那些waiting OK 那我就希望那個網友 如果看到這個節目 你可不可以買回兩箱 你要買多一點都可以的 我沒有所謂 我就給你錢 OK 如果不是 拓身處台灣的朋友 不如那些傻瓜這麼賣賓州 又說生意難做 又說找食難 我PM過去 我WhatsApp過去 幾天都沒有回覆 傻瓜啊 這隻傻瓜放在我手上 我一個月幾萬買五千罐 還說什麼 上次我看到傻瓜寫著什麼 上次一貨賓州 激受五千罐 很厲害的 第一 我覺得是吹水 第二 就算收到 如果你這樣做生意都受到五千罐 我一天都賣 豬你五千罐 這只是幾十元而已 三四十元 四五十元而已 最貴是六十八 豬你老母親 真的是不是要我飛去台灣 或者WhatsApp 阿澤 或者他自己拿來做 這隻傻瓜 好到不得了你整個粒 他還要好吃 真的潤喉 先吃粒 那就吃光你的 不要緊 所以大家記住 認住 風梨糖 台灣製造 還有我一看這個包裝 以我的性格看 這裡有一個東西 他應該是 包來香港的 批來香港的 來到香港入瓶 這些瓶 淘寶也有 然後弄一條Sticker 就封口一口 OK 但是一吃你是不是 一吃下去 應該都是健康的東西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大家有看到 有薄荷的味道 裡面有薄荷的 十五種藥財之中 如果大家看到 可以買上來我給你錢 不用請我吃 OK 如果是那位網友 你看看你給我買不買得到 因為我真是狗狗 屌你了 幾天都不能回覆 然後又罵了 屌你了 屌你了 政府呀 搞呀 你們沒有上進呀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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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過買的方法只有兩個 要麼就是Facebook PM 他說如果心急就可以WhatsApp 我兩個人都做了 五天 屌你了 由我同堂本來有這麼多 三萬一 屌你了 現在只剩下幾粒 屌你了 像熬式 賭神 屌你了 都不能回覆 所以我還要再催他 他說青蚊 都沒有人回覆 我倆倆你了 這個神經病 找不到吃啦 老實說 好了 我又不記得去買了 突然間 早一陣子有個網友 送了一盒這樣的東西給我 就叫做 蜂梨糖 材料就是用 金草 半大海 老冰糖 雪梨水 蜂蜜 淮薑 陳皮 丁香 薄荷 狼賀果 以及金銀花 OK 是台灣出的 他說給你說這隻很甜 我試過這個 你聽下去就肯定比吃那些 屍蜜蜜的喉糖 是啊 我現在都沒有沙徒 這隻東西 是吧 我可能會引入的 另外呢 應該比那些喉糖更好 另外這封尼糖 我之前說過 我絕對認為 一開關我一定要去台灣 引入這一隻東西 真的很厲害 你完全 完全 因為我今天說沒有吃 都是 聲音 有點擦擦地 一吃就馬上來了 很舒服 很好吃屍蜜蜜 我們先說說 49宗這件事 前因後果 49宗 在星期一 有一個叫49宗林同學媽媽 林同學叫林維琪 她說星期日 晚上9點 收到 坐下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